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 极力抹黑大陆 妄称一国两制是对台湾的威胁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号回应表示 这一讲话充斥着对抗思维和敌对意识 企图借污蔑攻击一国两制 制造仇视大陆的氛围 他指出台当局搞对抗没有出路 谋台独更是绝路 马晓光指出 蔡英文的讲话颠倒黑白 把所有中华儿女追求和平统一 反对台独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努力 说成对台湾的所谓威胁 迎合西方反华势力 把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说成对区域稳定和平的所谓挑战 再次暴露 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对立冲突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背逆岛内求安妄置主流民意 与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敌的台独本质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搞对抗没有出路 谋台独更是绝路 台独是对广大台湾同胞的严重威胁 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 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损害人民利益违背民意 逆流而动者都必将被历史大事所抛弃 蔡英文的所谓双十讲话 在岛内引发蓝营人士踏伐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表示 明年是台湾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大家要团结起来 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和明代候选人 用选票下架无能的蔡英文当局 捍卫台湾人民的利益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痛批 蔡英文毫无能力 只会用尽各种办法骗选票 洪秀柱讽刺称 蔡英文说自己是辣台妹 这些年来却一直在剪枪剪炮 极力对付台湾人民 真是心狠手辣 另有台湾网友表示 2020蔡英文下台 台湾才有机会 民进党已经烂到报表 怎么还自我感觉良好 真是厚颜无耻 夏目卫视驻台记者综合报道 蔡英文发表所谓双十讲话 妄图制造两岸对立 此举遭到各界痛批 各方的观点请雨菲带我们来看 雨菲 好的 张慧 蔡英文试图营造恐慌情绪 骗取选票的小算盘是昭然若揭 我们首先来看 环球网的评论文章指出 整个讲话在台湾政治 即现状及两岸态势的映照下 既暴露险恶用心 又显得十分滑稽 不知蔡英文在观看了 大陆刚举行的国庆阅兵后 是作何感想 和如此强大的力量 和坚定的意志对撞 后果是什么 其实一目了然 高雄市长韩国瑜也指出 伴随着新一代台湾青年成长的 只有蓝绿恶斗 社会对立与需好 还有一年不如一年的萧条景气 他表示台湾人民需要的是安全感 台湾年轻人需要的是进入职场 而不是走上战场 我们最后来看台湾联合报刊发的 说不起如此廉价的团结